好 出口太差了 那么据了解 行政院现在要进行保二大作战 那么据了解 9月18号就要交出出目的成绩单了 不过台湾的景气 似乎也要请大师来把把卖 好 大前演绎他的建言 是不是可以连日来抗寒救台湾 不过他过去提出了 这个金砖的四国的引人注意 现在有最新的是 维他命的这十国 来取代过去的金砖 你可以从画面上来看到 他所指的维他命十国 包括哪些 包括我们看到越南 印尼 甚至南非等等 好 我们看到趋势专家 大前演绎呢 在他最新的发表看法当中 他也说了 以中国大陆为首金砖四国 那么现在已经得退撸了 反而是维他命十国 未来是闪亮的星星 那另外呢 他也建议台湾企业 要趁着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赶快买下烟一席的日本企业 进军国际 日本趋势专家大前演绎 新书在台上市 里面预言了十项趋势 其中他指出金砖四国的成长速度太快 因此世界资金已经开始流向维他命十国 大前演绎解释 先进国家状况很多 在雷曼兄弟和希腊危机之后 维他命十国像是越南 泰国 墨西哥等 成了最好的避风港 因为大陆和金砖四国的市场 都已经开始趋缓 如果手头上有资金 当然要放在维他命十国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入股下谱 震撼业界 但这做法和大前演绎心有齐齐焉 大前演绎表示 过去十年台湾经济靠着大陆成长 但大陆好景已过 台湾得另寻出路 应该趁着现在日本经济衰退 赶快买下奄奄一席的日本知名企业 然后一起进军国际 这对台湾来说绝对会是一条捷径 也难怪郭栋不计较下谱股价 而向台积电传出 要买瑞萨富士通的半导体厂 也都是这个趋势下的考量 要在最适切的时机出手 创造最大的企业利益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